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幅名畫就是《聖經故事》 就是Kane殺了Abel 這個《聖經故事》教徒你熟不熟悉的? 很小時候自己讀教會學校的時候 當時校長薩有介事說 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殺人事件 他刻意說到就是人類歷史上 尤其是你相信《聖經》 你相信這個阿當夏娃就是第一個人類 然後他們生出來的兒子 他們互相殘殺 所以他就稱之為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自相殘殺的事件 所以讀教會學校很好的 你看《聖經》就知道很多東西了 原來人類歷史第一個就是 那個農夫堆壞了我 就是出去搜捏那個人 那個農夫堆壞了那個什麼? 堆壞了那個獵人 是啊是啊 該人Cain就是這個農夫 是不是? 估計是這樣的 跟著爺和華說 不見了你那個 不見了這個另一個人 那麼他在那裡? 那爲什麽爺和華都全知全能的? 怎麽會有個人不見了?他不知道的? 這個就沒有掩握到上帝的 所以上帝就是明知顧問的 都還是給他一個機會說說老實話 原來是這樣 是啊 當時校長就這樣說的 是啊 那些觀眾會問 如果我們講的無厘頭的話 我想講的什麼呢? 其實不是完全無厘頭的 OK? 在我們認識人類歷史 你如果用一個科學的角度 那我們就想講一些基因考證的事情 很多時候在沒有這樣的科學手段之前 我們就是用一個神話的形式去相傳這些歷史 是不是? 不只是說在那個聖經文化裏面 你看看就算中華文化裏面講的 神龍士、福熙士這些 都是一些上古神話 就覺得總之有一堆人 他就做了這些事情 於是我們今天就有這些事情 而這件事情 你真是叫得一個信義的 也都無從去考證的 因為就是你就算提出另一個學說 你都沒有辦法去正義 但是現在呢 如果你說有了這些基因的證據 和一些上古留下來的遺跡 如果說上古就不是太遙遠的上古了 就是說我們人類沒有這個 有系統的權力架構 或者一個紀錄歷史過去的一個這樣的系統 未建立之前的時候 畫面、聲音都不能被紀錄 那又沒有一些的證據 都可以在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呢? 而那個時代可能現在不算太遠了 幾千年了 那會不會我們有能力去透過一些 比如說基因考古 來去知道一些在信史之前的上古歷史呢? 那似乎現在呢 剛剛這個星期又有一個新聞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先講一個背景的 就是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哪樣的先是耕田先還是搜獵先呢?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認為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未認識到怎樣去純化 可以吃得的食物之前 那就是那些野生的動植物就周圍都是 你去搵食呢? 就真的周圍走去這裏搵食去那裏搵食 打獵就打獵 要肉就打獵 捉一隻動物回來 OK? 你要吃植物呢? 你就自己周圍去採集 你要懂得認得那裏有一些野生的品種 你可以把它變成吃得的東西 那所以你說呢 你就算很有趣的 你講到聖經故事 一開始講的那些伊甸園 都是裡面很多森林的那些果子 那些東西是讓你吃的 OK? 不過你要不要那棵禁果的東西 你叫你不要吃 你都走去吃 那這個就另外一些故事 那就是開頭很多時候就是 周圍自己 不需要靠自己努力去繁殖那些糧食 而是就是說 你是周圍已經有足夠的資源了 人口又不多 就沒有什麼人跟你爭 你想有人吃了你那份嗎? 你走遠一點點你就找夠了 那有數得計 所以就是說 變成你每一個單位面積的土地 能夠養活的人數是沒有那麼多的 因為你要靠大自然自己操生操養去生出一些食物出來去養活你 你的人口越多的時候就有人需要走得更加遠 去換另一個地方 如果遭遇到有什麼天災這樣失收 那很容易令到就是 在沒有什麼儲備的情況之下 就是很容易死 所以由這個暴獵採集社會過渡到農間社會 是需要有一些智慧經驗的累積 令到我們怎樣可以思考 可以在一個更加小的面積範圍裡面 將有限的糧食去放大 scale up去繁殖出來 令到我們可以餵飽更多人 所以就會說 農業社會應該是比起這個暴獵採集社會更加高階先進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打獵不等於一定能打到獵 可能你打到獵就被老虎吃了你 被打獵 那絕對是啦 就是這種風險在那裡 但是為什麼兩者之間會有矛盾呢? 其實很多時候來自資源的爭奪 很多時候很有趣 你會覺得一個獵人和一個農夫打 如果一對一的時候 你可能說 那個負責周圍打獵的人 經常都去吃肉啊 周圍走啊 伸手會很好的 全職獵人 應該是很抽得的 如果漫畫不是叫全職獵人 叫全職農夫 那你可能覺得沒有這麼有霸氣的 但是往往在 現在我們看到的歷史是很有趣的 我們都很清楚 是農業文明趕走這些暴獵搜集文明 通常都是的 而原因是為什麼呢? 也都可以由那些遺跡考究到的 反而在農業社會那些人 是營養不良的程度高過那些暴獵搜集社會的 因為農業生產出來的農作物很多時候只有那幾樣 很多時候出來的人就營養不良 他們不離開自己的農田 就在這塊田裡強行死爛爛爛就只有幾碗飯 就是這麼多 但是如果你肯用一隻腳走去暴獵搜集社會 你可以接觸到的糧食資源就比較多樣性高些 所以就會說可能營養反而是會齊些 但是很奇怪了 營養不良的打走了營養齊的那個 現在好像聽起來就是這樣 但是在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多事情就不只是用一兩個因素去理解的 你要看整個農業文明建立出來的時候會出現什麼 它出現了護城河、護城牆 出現了一些抵擋著野獸去吃農作物的一些基建 它出現了譬如說你去抵禦了其他敵人旁邊那條村 或者是其他那些遊牧民族的襲擊 你是整個社會系統、防衛系統是建立出來的 而且你就會有一個更加集中的資源 和有人可以做分工去做不同的事情 有人是負責看監看水的 有人負責樂田的 有人是負責將那些農作物加工的 有人是負責做工藝的 幫你做農具和做武器的 整個比較複雜的有各個功能的分工 在農業社會那裡 就會是遠遠比起你那些暴獵手集社會來得複雜的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 這個團隊合作 怎樣去運用他們的資源和經驗 來去想更加多的策略來去對付那些獵人呢? 那你會發覺在這個農耕社會那裡 往往就是那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多 和社會那個結構已經是慢慢細分到更加複雜呢? 就令到他們最後反而是會打贏到這些獵人 那這個就不用說很多個 不需要講到基因考古我們都可以看得到的 你看無論是世界上四大文明 美索不達米亞甚至乎你在講《聖經》裡面講的那些故事 其實你都會發覺是寓意了一件事就是那個農耕社會 怎樣去淘汰走了那些這樣的暴獵採集社會 那更加不要說在恒河文明和黃河流域文明那裡 同樣也都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是那個農耕的優勢是否說 是因為他們可以養多了人呢? 是的 他們就養多了人 而且他們那個人口密度是高的 而且密度高得來是有分工的 是有專家的 是有人專精做一些事情的 所以在某一些的領域你就會是 還有有固定的居所 那你就會可以令到那些做專精 去做一些好的器具的人呢 就可以有一個環境去發展得更加多的東西 你那支矛那支槍可不可以用一些更加漂亮的材料去做 你走到由石器去到青銅器這些這樣的時代 你不要只要有些獵人可以隨時 可以在自己找個鬥來跟你練同練成去做工具 但是這些東西在那個農耕文明社會那裡就可以出現 所以你會發覺他們能夠做出來的器具 那個堅硬的程度 耐用的程度 就會比起暴獵採集社會那裡會是高的 那在實證方面為什麼我們證明到 就是當時在這個北歐的地方 是堆壞了這些的獵人呢? 那是啊 這就要回到那個基因考古的考證 就是我們現在都不知道那個故事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知道後來就是農耕文明 取締了這些暴獵採集文明 但是那個過程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想到好像很和平的 啊 你會看到有幫人在那裡 這次是由丹麥那邊 連同應該是在 應該都是在瑞典 其實主要都是丹麥那邊的一個研究 那它就搜集到呢 在那個北歐的南部的其中的一些 那些人類的遺骸 那些人類的遺骸呢 就是來自了呢 是由現在至到以往7000多年之間的 一些的人類的遺骸 主要呢 當然了 現代的他們不是很看的 但是比較集中了在那些叫做 那些新石器的時代 那在那個時候呢 就正正式式你會看到呢 是有一些由暴獵採集文明呢 就越來越少 但是那個農耕文明越來越多 那究竟那個過程是怎麼出現呢? 其實就由當時那些人類的圍骨裡面的DNA那裡 就找到一些的線索 那我們後來怎麼知道那個過程是非常之暴力的呢? 那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找到就是說 明明是有一些遷移進來的人種 是突然之間在那裡就佔了一個很大的份量 而且就是在今天的人裡面呢 也都可以考證到原來有30% 是來自某某原始部落的這樣 那其實他這裡講得實一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原本在北歐南部原有的 那些原居民的物種 它流下來的那個DNA 今天原來不是存留得很多 而往往就是呢 由那個俄羅斯南部傳進來的 一些以農耕為主的一幫人呢 他們的基因呢 就在那裡就能夠結束了下來 那中間可以預視見到過程就是一個雜交的過程 而且就是說呢 都會由回到那個圍骨的形態呢 還有它那個基因裡面的那個變化就知道呢 這個過程照計呢 就不會是一個很和平的過程 應該就充滿殺戮的過程 那譬如你看回那些 其實幾樣東西是印證的 DNA可以讓你看到的轉變出現在什麼時候 但是如果你是有個圍骨在那裡 你看到那個圍骨去那個受損是怎麼樣的 究竟是頭怎麼突然多了個洞 接著腳怎麼斷了 手怎麼斷了那些呢? 你大約知道它的死因是什麼呢? 其實從這裡呢 就是實證那個圍骨再加上DNA那裡互相去印證呢 就看到呢 在那個北歐的南部那裡呢 其實就是由一個新的 進來的龍耕的一個部族 就將原先在當地的一些採集的那些文明呢 就是踢走了 而且還要是看到呢 他們將原有別人那個森林的一個生態呢 是改了變了做農地耕種 就是這樣看到那個過程就這樣出來了 那用簡單的說話來講 是不是等於兩批人是爭地盤呢? 就是兩批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是爭地盤呢? 其實就絕對是的 就是我想如果大家看回中國的朝代來講 大家都會覺得不會陌生 就是北方遊牧民族 經常講所謂外族侵擾 然後那些外族就經常說他們就是那些騎馬的遊牧民族來的了 其實騎馬這個呢 當然它不是完全是那些叫捕獵搜集社會 但是他們遊牧的話呢 就都是跟我們在固定農田的生產形式就會很不同 的確就是不同的這種生產形式就決定了他們之間的資源爭奪 就會有很多衝突在那裡 而是爲什麽這次又選在這個北歐南部那裡來講呢? 就是他們因爲在尋回那個新石器時期 其實在那裡就是由氣候數據來看 既是有資源給他們做捕獵採集 也都是氣候溫和適宜他們在那裡做耕種 而結果就是說呢 從7000多年前過渡到5、6000年前的時候 就由農夫就越來越多 就那些獵人採集者就變得越來越少 就由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最後要提一提呢 就剛才我們提到呢 就是那個農耕社會對那個人的健康的影響呢 有一本近期很紅的書呢 就有專門討論的就是Homo sapiens 應該是牛津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就是說它說其實呢 人類去進入這個農耕社會是一個很大的悲劇來的 那這裡我都有一個很簡潔的回應 我們看的證據就看到 暴獵採集社會那些人的遺骸呢 你就看到他們是比較健壯一些的 你看到他們似乎就是骨生得好一些 是健壯一些的 然後就農耕文明的人呢 就是瘦弱一些的 營養不良、發育不健全的 那所以會不會就是 就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其實就是一個拿苦來生 就是往奴役之路那樣的呢 看起來就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人類最後都選擇 大部分地選擇這樣做呢 那又不是完全沒有原因的 因為你看回往往是那種 暴獵採集社會那些人 那些人均壽命都不是長得去哪裡了 但是那個糧食保證都不穩定的 所以很多你少少受傷 你少少不夠食物呢 很快就很早就會死了 就是那個你長得大 那個機率是反而低的 但是在那個農業社會那裡 雖然是營養不良 但是反而你可以嘔嘔一下 不死得 養得到多些人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那有人就甚至乎說 哎呀好不好學習一下那些 石器時代原始那些獵人社會那種飲食模式 因為似乎他們的營養比較齊 還有呢好像有那個考古的證據就說 發覺這些古代的暴獵採集者 就沒有幾個是生癌症死的 這樣很少的 其實那個原因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因為他們早死 就是早死到他生不切癌就死了 所以在那個暴獵採集社會 就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 那如果寧願多捱苦 營養差一些 但是生存是能夠保證一些 那你會發覺就是農業社會 就滿足到這件事情了 那在修理社會來說呢 很簡單就是一個太弱流強的標準 剛才你說的不僅僅是受傷的 你不適合就扔下你了 是啊 是啊 你大家一起去找東西吃的 你不適合就不會抱著你到處 就是去跟你一起找東西吃的 你不適合就自己想好它 那時候是這樣的 這個是跟我們道德標準 有頗大的距離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兩種生活方式 這個在上面還有很多 譬如道德 經濟 文化 是完全不同的 兩種不同的社會結構 嗯 是 我們這裡只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單在飛機上發生的 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 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會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紀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就好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紀圖 對不起